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 我们的HSK4课程终于终于开始更新了 为什么这么久? 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现在这种新的方法终于完成了 等一下大家看到的是我们HSK4第一课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对于这种新方法有什么改进的建议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 如果大家想购买这个课程 可以点击描述栏里的链接 谢谢大家,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学习HSK4 好,今天我们先来学习HSK4的第一课 简单的爱情 那今天我们会学习三个对话 现在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今天的生词 好,请大家跟我读 好,请大家订阅一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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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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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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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身 熟悟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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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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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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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c 开玩笑 tenim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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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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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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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幸福 生活 生活 刚 刚 浪漫 浪漫 够 够 缺点 缺点 接受 接受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对话 请大家跟我读 听说你男朋友李静跟你是一个学校的 是你同学吗? 是的 他学的是新闻 我学的是法律 我和他不是一个班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 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 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 我对他印象很深 后来就慢慢熟悉了 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不仅足球踢得好 性格也不错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听说你男朋友李静跟你是一个学校的 是你同学吗? 一个学校的 意思是 一个学校的 学生 一个 在这里的意思是 同一个 比如 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他们是一个班的 我和他是一个地方的 是的 他学的是新闻 我学的是法律 我和他不是一个班 新闻意思是 news 法律意思是 law 学的 意思是 学的专业 专业 就是major 那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好,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俩意思就是 两个 一般北方人会这么说 比如 两个苹果 也可以说 俩苹果 两个苹果 俩苹果 他们两个是我朋友 也可以说 他们俩是我朋友 他们两个是我朋友 他们两个是我朋友 那两个人好奇怪 那俩人好奇怪 那俩人好奇怪 那两个人好奇怪 那俩人好奇怪 是一个学校 flop 也可以说 我们仨是 dough Content 例行 我们三个是一个学校的 还是一个学校的 我们 gest 是一个小学校的 所以我没有说 我们三个是一个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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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中意思是 In a certain scope or process 比如会议 书 比赛 等等 现在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在我的印象中 他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 他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在这次会议中 经理同意了我的计划 在这次会议中 经理同意了我的计划 在这本书中 作者讲了他在美国留学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 作者讲了他在美国留学的故事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 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 我对他印象很深 后来就慢慢熟悉了 印象 印象意思是impression 深意思是deep 印象一般用在这个结构中 A对B 印象 我对他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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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中国印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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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我对中国印象很好 也可以说 中国给他的印象很好 我男朋友给我爸爸的印象很好 我男朋友给我爸爸的印象不好 比如 熟悉做动词 我熟悉北京 我熟悉北京 他熟悉中国文化 他熟悉中国文化 我们也是游客 不熟悉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游客 不熟悉这个地方 熟悉做形容词 比如 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 这首歌非常熟悉 但是我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 好 熟悉的反义词是陌生 陌生 下一句 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不仅足球踢得好 性格也不错 不仅也 意思是 not only but also 不仅可以换成不但 也可以换成还或者而且 注意 注意 如果两个分句的主语相同 那不仅要放在主语后面 如果两个分句的主语不同 那不仅要放在第一个主语的前面 比如 他不仅会说英语 还会说汉语 他不仅会说英语 还会说汉语 他不仅喜欢唱歌 还喜欢跳舞 他不仅我喜欢吃中国菜 他也喜欢吃中国菜 不仅我喜欢吃中国菜 他也喜欢吃中国菜 不仅我不会帮他 张老师也不会帮他 不仅我不会帮他 张老师也不会帮他 好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 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里提问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第一个对话 听说你男朋友李静 跟你是一个学校的 是你同学吗? 是的 他学的是新闻 我学的是法律 我和他不是一个班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 认识的 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 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 我对他印象很深 后来就慢慢熟悉了 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不仅足球踢得好 性格也不错 性格也不错 我对这个確比赛作gy muitos大家会认识的